大家好 喜欢说唱可以关注一下 194802 这首个叫她的故事 在大九岁的时候就离开了父母的怀疑 抱怨别人家的孩子都是鲜花它是非 料它知道自己的父母不是要长弯 管要靠自己的努力才能脱离酱油瓣 犯出生平凡未曾有过那种经历和慢 骂人真记住老师曾教导的每一句善 话坚持着正义直到时间流水变得强 大哥同学跟朋友却将他的人格给见 他他觉得都是误会一直想和朋友解 是他甚至又原谅了爱上他妈子的帖子 可是最后却得到了背后对他的嘲笑 误以为和朋友的感情有多么的老 靠没有朋友去相信他那颗单纯的心 他们只是觉得为了虚荣他用力的拼 他是能用力的嘶吼在这每一个深夜 流下的泪水也没有人在忽视否会争气 他从来不作孤 他说他抖得住 不想让人看到他伤心只能够偷着哭 他走过很多路 甚至被狗刀吐 改变的原因可能只是为了愁着哭 他从来不说不 他说他抖得住 不想让人看到他伤心只能够偷着哭 他走过很多路 甚至没狗刀吐 改变的原因可能只是为了愁着哭 当他以为爱曾不可能再让他遭殃 为爱睡狂却又换来了我做事的刷 想想标枪 被爱人扎到内心的深处 心脏伤害散留着我跟你相爱的温度 最后因为爱而跌倒没有再次能够爬 岂不知道未来的方向到底该去向哪 理从那时候不喜欢阳光每天开始喜欢下 与之又默默无闻的母亲陪我待在家 理他微博的工资却要每天供他酬人喝 酒缺多少次在最猛中与母亲拼命思 好越怕丑 可又把钱都花在了夜店 或者是跑到网吧里面打开游戏的界面 最后他承认出买了说唱而选择的声 我从此开始了一次又一次金钱的拼 不过有人问他是否还坚持老师说的正义 他说如果没有钱你做什么都是放屁 他从来不说不 他说他抖得住 不想让人看到他伤心只能够偷舍哭 他走过很多路 甚至被狗头吐 改变的原因可能只是为了偷舍哭 他从来不说不 他说他抖得住 不想让人看到他伤心只能够偷舍哭 他走过很多路 甚至被狗头吐 改变的原因可能只是为了偷舍哭 他从来不说不 他说得抖得住 不想让人看到的伤心只能偷着哭 然后那个喜欢说唱的 可以帮我点点关注 然后评评论转转发 然后那个谢谢大家